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家华 日本排放核处理水入海已届满一个月 中国强烈反弹 仍持续抵制日本水产 冲击不断扩大 另外 核电厂附近的海水及鱼类经检测 寒川浓度无异常 因此最快可能9月底将进行第二波排放 日本八月排放首波核处理水入海 引发中国强烈反弹 宣布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进口 在渐满一个月之际 日本与中国的对立状况尚未看到尽头 对日本水产业者影响持续扩大 特别是日本销网中国占比高的樊利贝 明显出现库存过多及价格下滑的情况 根据日本政府水产厅调查 北海道青森县及岩首县等地的樊利贝交易价格 在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前下跌超过一成 而在青森县横冰丁渔鞋 近期也决定暂缓10月的海森捕捞作业 因为产品无法销往中国 无法预想会有业者采购 由于首波核处理水排放至今 日本持续对周边海域进行海水寒川浓度检测 确认安全上无余 水产也符合标准 计划最快9月底进行第二波排放 排放量将与首波一样 约7800吨 日本政府正积极促成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袖会谈 判尽速处理日本水产出口问题 中央社综合报道 美国日前公布晶片法案补助最终规则 确保联邦的晶片激励措施 不会让中国或其他的竞争者受益 专家表示 这项限令会促使国际半导体厂 在中国投资缩手 甚至撤出中国 美国商务部日前正式公布晶片法案 护栏条款 根据规定获得补贴的厂商 未来在中国投资先进制成产能 不得扩大超过5% 28奈米以上成熟制成也不得超过10% 将提供390亿美元补助 判落实拜登提振美国国内晶片生产计划 不过原定意 晶片厂在中国先进制成产能投资 将以10万美元为上限 最终规定则是相对放宽 采受补贴企业在中国库产时需知会商务部 专家指出这些护栏限制规定 是基于美中在军事政治科技强权争霸 台积电未来在中国恐难以建制新厂或升级制成 韩国三星和SK海力士同样将面临选边站压力 这项限令促使国际半导体厂在中国投资缩手 甚至撤出中国 未来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只能仰赖本土业者和政府补贴 中央社综合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杭州亚云登场 台湾代表团已斩获多项优异成绩 体育术也作为坚强后盾 设立了选手中继战 让选手全力评加机 杭州亚运开幕式二十三日登场 台湾代表团比较上届雅加达亚运模式 设置中继站打造专属厨房 招来拥有近二十年国训中心餐厅资历的厨师 方国亚长竹 并由营养师调配菜单 为的就是让台湾选手在国外也难吃得安心 中继站选在临近杭州奇院的公寓室酒店 且距离杭州澳体中心也不远 配具超过二十名人力 包含负责采买食材人员 厨师 营养师等 不仅让选手在这用餐 也让他们能在比赛之余就近休息 不是只有让选手来这边休息用餐 我们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有一些选手他们的比赛的场所 离选手村比较远 那离这边会比较近 那比方说像围棋 央棋这些 那他们可能就会中午来这边休息 那这样子也可以降低他们 往返奔波的这个疲劳 除了供应台湾美食外 台湾代表团还配置整副师 方便选手在比赛后 能就近接受治疗 舒缓疲劳 权力拼夹击 中央社交界的郑清源 杭州报导 台湾观光代表团赴洛杉矶开拓商机 希望透过美食音乐与实作体验 吸引停留时间久 消费力高的深度旅游客群 来台体验多元文化 来自宜兰的表演者黄轩宜 带着一把吉他唱着台语童谣 与台下观众互动 还有来自台北曾入选 亚洲五十走坝的巴木 八台经理黄文善也在台上 淘制特色淘酒 台湾观光代表团赴洛杉矶举行观光推广会 期盼透过多元文化等有趣的人事物 与北美旅游业者建立联系管道 洽谈商业合作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代表 狼秋营也向洛杉矶业者介绍台北 包含文化多元 自然生态等旅游特色 并宣传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 加州旅游业者瑞吉薇坦言 原本对台湾认识不多 希望透过观光推展会 更认识台湾 有机会也要带团来台体验不同文化 洛杉矶当地的台湾餐厅 松河面装也在现场制作挂包 大受欢迎 经理也分享这家餐厅 在洛杉矶成功开到 第三家分店的原因 就如餐厅经理康崔拉斯说的 台湾人的热情已经超越服务本身 透过各式活动和体验 让更多人认识台湾 来台旅游 中央设计的林鸿汉 洛杉矶报道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以及中央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黄家华 我们再会